到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中文集锦 详情请登陆sbs.com.au 前写杠Mandarin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人数有所减少 更多的女性转向灵活的全职工作 但这会不会导致她们的职业上升通道同时也受到负面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请来其中的一位女性职场的亲历者来分享这个话题 好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跑步爱好者 同时也是一位全职工作女性Jamie Jamie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是一个跑步爱好者 甚至已经算是半专业的跑步运动员的状态 因为你要旅行去参加比赛 或者还会当配速员 Pacer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状态 但同时你又上这个全职工作 在时间上能兼顾吗 对 就是因为能兼顾才能继续做这个事 才能全职上班以及跑各种赛事 那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我觉得澳洲这边的工作方式 工作生活习惯 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参加各种活动 比如说我现在目前是周一到周五全职上班 咱们澳洲的比赛或者说其他马拉松比赛 一般都是在周末 所以这并不会很影响我的参赛 然后上班时间也是挺灵活的 虽然说是要求咱们一般都是七个半小时 对不对 但是它不会强制你说一定要九点钟到五点钟 这段时间必须是固定的时间 所以这也能够让我更加合理的去 根据我的时间安排 我的训练安排来调整我在办公室上班的时间 那我知道其实你是刚刚换了一份工作 换工作的原因也是因为想要更好的取得这种平衡是吗 其实换工作的原因是被猎头公司拉走 所以其实是有了更好的一个上升通道 对是的当然我肯定会拿这家公司的文化 主要是看中公司的文化吧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中 公司在面试我的同时我也在面试公司 如果公司的喜文化是适合我的 他们能接受我这种爱好的话 那我肯定是愿意去跳槽去接受这样更好的一个offer的 那我很想知道在你的公司面试你的时候 你又如何心里在怎么样面试他们 你有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要求去试探 或者说去帮助你做出决定吗 就比如说在最后问你你的平时是喜欢做点什么的 我这时候就会开始讲 我其实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会有很多训练 偶尔还要参加比赛 我会说那我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比较flexible的时间 这时候我就会看对方的反应 如果他们对你这个生活方式很有兴趣 也说详细地问到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一般会在什么时间要take leave 他们如果问得越仔细越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能让我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 有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他注重你的这个平时的生活爱好 所以这也就证明他对你是非常看重的 那其实有时候我观察一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呢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非常强调说 在公司的领导层必须是由女性 甚至呢是其他文化背景的女性 那其中呢有一位已经当了公司高层的女性 他就说由于这样的政策 他确实是被升职去当领导职位了 但是他会发现说让他负责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 比如说这个员工的这种文化融合啊 比如说照顾大家的心理健康 而不是做一些决策方面的更重要的工作 所以他觉得以他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这是在浪费他自己的时间 也是在浪费公司的时间 你觉得你自己在像老板就提出说 你要兼顾的工作生活爱好的同时 会不会觉得你在心理上或者说实际上 你会觉得你所应聘到的那一个职务的重要性 要比你的能力可能是要稍微有些妥协呢 我并不觉得这个会有妥协 因为首先你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看的是他的工作的需求 人家面试你也是觉得你是符合这个工作需求 才招的你 不会因为说你有这个爱好会影响你这个职业发展 或者说因为你是女性 然后不接受你 在拿我之前几家公司举例 我之前几家公司 每一家公司都是有 虽然都是小的会计师事务所 大概是50人左右吧 但是一般三到五个partner里面 至少有两位是女性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balance 其实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就像我现在的工作的这个team的话 我们team全是女性 一共有五位女性 我们其他team的人都非常羡慕我们这个小组 说我们这个小组的 我们的老大其实是最好的 他们都想过来跟我们这个组来工作 就是老大也是女性是吗 对对 其实女性的话反而更能 就除了在工作上 她能做依旧做得很好以外 就比如说别说心系啊 谨慎啊这些 她还能更加关注到 你手底下的员工的心理状态 身心状态吧 就是更加心系 或者说女性的直觉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同事 还是觉得一个女性的上司 会更加舒服 可能也是说自己身为女性 然后看到你的同性别的同事呢 她其实在一个更高的职位上 而且就是一切都做得非常好 也可以是一个role model 也可以是给自己看到一个希望 就是说假饮食日 其实如果我想发挥我的最大才能和能力的话 那其实我也是可以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面去的 对的 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说你刚去这家公司 我看到你说你到公司上班没多久 就再次的拿了很多假期 因为你马上要去别的国家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了 然后呢 你刚刚在过去的心理马拉松比赛当中 你是当了配速员 所以当你回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 你的同事啊老板有没有跟你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跟你聊天的时候 同事老板HR全都会过来跟你聊 然后我也会特地带上这个medal去公司上班 其实咱们西方人这边的文化 我感觉大家都是觉得 你这东西不是show off 而是一种分享 我们都叫周一这个带奖牌叫做medal monday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会习惯的把medal带在身上 然后我就把它带到公司 即使不知道我去跑马拉松的同事 他们也会看到你这个奖牌 就会过来问你几句 然后有意思的一点也是HR过来了 他知道我是去跑比赛了 他就说你今天得把这个奖牌挂在身上工作呀 就是这些互动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他们还叫我发些马拉松的照片 这一次比赛的照片发给我们的HR部门 他们会整理出来发到一个newsletter给大家看 他们还是非常注重你这些比较健康的爱好的 而且分享给其他同事也能看得出来 其他同事也会觉得咱们公司 就是这个文化也是非常好的 好像同事们还挺为你感到骄傲的这种感觉 非常棒 对 然后就像我接下来又要去比赛 这个也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 我会告诉老板我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安排 因为咱们比赛其实都是很早就安排好了 所以我能诚恳的把这些东西告诉老板 那么老板他们觉得OK 他们也当然会同意了 对吧 而且并不是说这一个岗位 就是咱们一个team的人也是互相帮忙的 就像我们小组里面另外一个同事 目前现在就在度假中 所以他的活都是我在帮他做 那等我出去了 他回来了 那又是他会帮我做我的活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team 以及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事先做好的计划 那么其实会让我们做各种事情更加省心顺利 如果是传统的观念上来讲 大家会觉得说不管是你去跑马拉松也好 不管是比如说你家里有小孩需要兼顾也好 大家都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确实会分散你的体力啊 注意力啊 在公司就是非常包容的同时 自己平心而乱的话 你觉得这种灵活安排是否 比如说在你去参加比赛的前后回来之后有点累啊 什么是否影响了你的工作质量 就是比赛前后肯定是累的 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 那么自己既然在这个岗位上 已经在上班那得尽量做好的 咱们喝茶喝咖啡顶着杯 努力做好 尽量不要影响 努力去调整 既然公司能最大程度的接受你的这些心取爱好 那么我也会尽力做好 那么接下来以后做其他的请家安排也是更加方便的 那看来就是说 其实这增加了你对于这个公司的忠诚度对吧 对对 作为一名非常年轻的女性 你是否会担心未来就是当你有更多的个人责任 比如说成为母亲之后 你的职业和个人的发展会需要做一些调整 对肯定会需要调整 但是怎么调整 我觉得这也是兵来将党水来土焉吧 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阶段 生命阶段都是有不同的侧重点 那目前我是能做到跑步和工作两不误 那以后我有更多的家庭责任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稍微舍弃一部分 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那么我这个时候好好享受了这一切 那么接下来我可以稍微的就是把侧重点放到家庭上 所以一切都是灵活多变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在这几年享受完这些以后 我可能工作上面我可以不用全职去上班了 我可以做兼职的状态了 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腾出来给家庭 好 谢谢 喜欢 分享 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